我们欢迎订阅Kids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今天在想 我应该说些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 非书是什么 是什么软件来的 所以今天就特别 说多一点软件上的东西 其实非书 如果要说非书 我们不能不提 叫做OA 不是OL 是OA OA是什么呢 就是Office Automation 它说是一些 营充的一个Tool 去collect data 去store data analyze data 那是什么呢 大家很清楚吧 不是 我都懂 OK 那 其实说多一点就是 大家日常都在用很多OA 例如 例如 大家在公司 发现 HR 计算 Payroll Pay Steve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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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刚才Mini 说到 创新 毛子化 的 operable process 其实这些都是OA 里面的功能 但是 大家会不会发觉自己公司 用很多不同的软件 帮自己做事 那 Pay Steve 是什么呢 Pay Steve 其实就是说 那么多不同的东西 又要开会 又要 审批 又要看看你的manage 你的schedule 那怎么办呢 那么散烧烧 其实Pay Steve 就是整合了所有 office 里面需要用的功能 的软件 我一生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两大元素的 一个本人 一个本事 如果你的公司 需要每一天 处理很多事情 譬如 例如 我回到公司 那些同事 经常都带张纸 来我 计算 那现在不用了 我手机 就像同事 同事 都带张纸 那不用拒责 就不拒我 那其实Pay Steve 就整合了所有 这些功能 是一生的 那当然了 Pay Steve 除了大家 所以 可以想得到 在office 里面 用的 功能 以外 其实它也有些 AI 的功能 那 那 之前也说过 我应该也看过 比如 你开完会 你开完会 你用了两个conference 现在我们用sum 如果你开完会之后 开了两个小时 你开了两个小时 要提到的 meanness 其实很难 那 这些书就可以看到 大家听到的meanness 两个小时 变成一半字 很容易 也都分享给同事 或者给各校户 那 我一次在bydance 今天有bydance的朋友 那 那 一次在bydance开会 那我们也有 整个二十个人在 那 他们开会的形式 跟我们很不同的 我们就讲广东话 如果有外国人 我们就全部用英文 其实他们在audit 里面 不是他们讲自己的语言 那 那个system 会帮你翻译的 有人 有人说英文 有人说普通话 有人说韩东话 有人说韩东话 那 讲了这么久 这个就是 非书的界面 来的 也都会看到 其实它on top of 刚才所说的功能以外 其实也都可以 做一个二次开发 搭建了一些 警相的功能 做回 比如要签收 全部都是可以在非书里面 搭建的东西 可以说一说 有什么品牌 其实非书第一个下户 就是小米 小米全时都用的 应该是六七年前 其实很多大品牌都在用 比如海底拔 有很多 内地的 新能源汽车的公司 都在用它们 有些 financial institution 都在用它们 所以 其实在内地来说 就 非常之 的 资料率是高的 讲了这么久 其实这么多东西 是多少钱 其实 60至200元 一个人 一个帳户 左右 所以如果对比起 支持民航国 那么多的 軟件 的话 加上 那个价钱 其实它是 非常之优惠 那 我被人劝了 我想 按照我需要的 引致 是 学校的校长 和医疗团体 多谢大家 好 谢谢 您 好 接下来 介绍下一位 主角者 下一位 主角者 就是 人 在哪 这位 主角者 主角者 人